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就先带领大家来稍微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已经学过的东西 这几周以来我想我们最主要采取的 这个探索式的学习方式 到目前为止看到同学们在讨论的面向 跟你们的一些心得收获 我觉得都还满广泛 看到大家的一些学习成效 那在今天之前 我想大家看到这个概念图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从1压力的主题 到2心情温度计 那到3大家学习了 在正念呼吸跟输压的技巧 或者广义的来讲 就是一个压力管理的技巧 然后再到我们的4 就是上周 上周我们看了非常非常多的案例 那从案例去学习一些的 自查危险因子 保护因子这些的内容 那更重要当然就是影响守门人态度的第一步 就是迷思 那所以相信大家在上周也有看到很多课前的阅读 克服了一些有关自查的迷思 或者忧郁症的迷思 那到了本周我想这个主题就比较务实 这个可能跟同学在一般生活当中 你们面对这些自杀高风险者的过程 最需要的一个技巧就是沟通技巧 所以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 会是在守门人的 大家看到是在守门人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技能当中 那我们接下来下一周会讲求助 接着就是看到守门人的一个绘整的概念 就是第六主题跟第七主题分别会提到这些的概念 这三周以来我们都会紧密地扣着 这个所谓守门人的一些知能 那希望大家可以从这几周 未来的这三周包括这一周里面呢 可以去理解 然后甚至如果有机会的话应用到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以往其实蛮多同学在修完课 或者修课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会有一些有一些的机会 你们会去遇到一些所谓的自杀的意念者 或者是他可能是就是忧郁的同侪 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 有这些的议题 那所以学习怎么样沟通 我想是大家可以去练习的 那其实说实在这个沟通是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那只是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说 我面对一个忧郁的同学或者是一个他常常不来上课的同学 他可能在网路上就是有释放出一些比较忧郁的讯息 那我该怎么帮助他 这个是可能大家共同的一个疑问 那所以我想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些情境 就是其实自杀的高风险者是以上周我们的一个 这些范例来讲 他是存在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族群 那所以我们的沟通也是因应着不同的这些对象 我们可能要有学习一些技巧 那好消息是其实沟通的技巧并没有那么困难 所以你们这一周的课前阅读 大家有没有读到什么叫以问代答 有的举手 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我什么叫以问代答 这个以问代答的技巧是指什么 其实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刚刚提醒大家它不困难 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在 等一下讨论课大家会去探索 有关沟通的一切的过程 一切的一些细节技巧里面 所讲求的一些内容 那如果说你们在 我刚刚提的这个以问代答这个技巧上 比较不了解 那也是鼓励大家 等一下可以同组再来进行一些探索 那所以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 其实沟通的情境是 可能是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情境 那以我这边要接下来讲的三个例子 你们就会了解到说 其实当我会遇到这些高风险的对象 那我可能会需要有什么样的因应 你们可以先思考一下 那后面有一些重点的提点 那首先我想看看这个20岁的张同学 那他可能是你的同学 他可能是你的好朋友 或者是他只是一个很不熟的同学 那他目前的状况 像客业 家庭 还有感情 免得未来他好像也非常困惑 然后他觉得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那样的状态 场景是在宿舍 然后他来找你 那你发现他有一些的状况是 你觉得他蛮多的所谓忧郁的表现 让你感受到他非常情绪的低潮 还有负向的能量好像蛮强的 那但是他看到你很忙 他可能就想要离开了 那这时候在这个情节之下 那你可以怎么样的去回应 或者你会怎么尝试的来做一个了解 这是第一个场景 那年轻的这个对象呢 跟中老年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我们特地也让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中年的这个案例2 这是55岁的王先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是各位同学 父职辈的这个对象 在中年那也面临了很多很多的 经济上的问题 特别像COVID-19 其实在这一年以来 有一些家庭的状况 会因为经济的因素而变动很大 那我们看到说中年事业的情况 然后导致这样的一个个案 他开始用酒精处理他的 就是失眠的问题 那他也有靠安眠药 但是也睡不好 那虽然这样的个案其实也满需要一些的心理支持 所以他有一天呢打电话给你 那当然这个可能跟各位同学的关联性可能没有那么直接 你们可能没有这种中年失业的朋友 不过主要就是让你知道 这样的案例其实他也有可能是自杀的高风险 可能是没有说一定是 但是以我们在自杀危险因子的观点来看 这样的个案或许他有多重的危险因子在背后 所以假使他是打电话给你 那但是他知道你在忙 他担心会影响你 所以他急着就挂电话可是你可以感受到说 他最近似乎是很想要找你聊天 那这时候在电话这一头 你可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是第二个场景 那紧接着我想在老年这个族群 他也是属于自杀的高风险群 那我想这个各位同学应该平常 比较少接触老年族群 不过大家要知道在我们台湾 当然老年的自杀死亡人数是最高的 我想第一堂课大家有看到那个年龄的分布 大家知道说我们的自杀死亡率呢 是随着年龄下降而死亡率就下降 那所以老年其实还是一个 我们要特别贯注的对象 那特别是如果他也涵盖有多重的一些危险因子 那以这个85岁的老太太来看呢 他涵盖了蛮多包括疾病的因素 那包括家庭的支持比较薄弱一点 那包括他的先生这个也有已经过世了 那先生过世之后他的可能也曾经跟他有暗示过这样的一些自杀的念头 那他也有释放出一些所谓的警讯 那像这样的警讯 不晓得同学如果听到你会有什么反应 特别像有一些的自杀高风险群 他们会告诉你的警讯是比较暗示性的 比较间接的 比如说他会告诉你 我过一阵子我就不会再痛苦了 类似像这样子的 那什么叫做我就不会再痛苦 暗示着他可能其实现在是处在极度的痛苦 那所以这一些的我们叫做警讯 或者是我们所了解到这一些的危险因子 我们其实在所谓的回应上面 这就需要有比较及时性的一个回应 那更重要的我想是怎么样能够去 有后续的我们讲 除了支持陪伴然后主动的关怀 那可能到后面什么人我们会再更完整的 让大家知道说怎么样转介 但我们今天的课focus在所谓的沟通这个技巧上面 我想一开始就是先让大家去反思一些重点 比如说同学可能就会很好奇 前面的三个案例 因为他是处在不同的年龄层 我们知道他个别有不同的一些重点的危险因子 那他可能首先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 你跟这一个个案你对他了解程度有多少 因为我们知道性健康的问题是有他的复杂性 比如说以青少年来讲刚刚讲到这个张同学 他其实背后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危险因子 那有可能这个张同学他自己虽然有感受到自己 应该是处在忧郁的状态 可是他可能不会直接的陈述 那他表现出来的可能是非常的活泼乐观坚强等等 这些属于比较正向的一面 所以面对这些复杂性我想 首先就是要考验一个同学 有没有足够的敏感度 所以我想沟通其实第一步就是各位 需要建立一定的一个敏感度 以及我们有一些的主动性 是你能够去鸡婆一点的去了解 了解你跨出去这第一步去关怀他的重要性 所以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注意他的复杂性 那建立我们的敏感度 那当然助人者对于这个自杀的知能是重要的 所以其实刚刚我们回顾了在概念图里面 你们前面所学的 其实都是在为你们沟通来做铺路 那所以今天我想就是认识的部分 我想是大家一直在学习的 老师也很期待就是说 在你们做沟通的过程 你们除了可以了解今天这个一些技巧之外 当然在所谓自杀的有一些的保护作用 我们是更需要去理解 而且要怎么样去应用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在保护因子里面 所提到提升对方的一个求助意愿 跟提升对方的一个生活作息的稳定性 包括他的饮食、运动 然后他的作息、他的生活的稳定性 这样的一个认知你怎么样去实践 那过去我记得同学在微电影里面 他们也会把这样的元素放进去 比如说他怎么样去协助一个本来拒绝帮助的同学 克服这个困难 那后续是提供这个同学一些 刚刚我讲的这种保护的作用 我个人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实践 那这样的一个认知 然后加上你可以去实践保护作用的一个提供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在那个关系的议题上 因为以前面三个例子来讲 很可能这个张同学跟你很熟 你们是好朋友 那或许你跟他的沟通会是怎么样 你们觉得好朋友的沟通应该是更顺畅的吗 还是不一定 那如果倒过来讲 如果今天这个张同学是一个跟你不太熟的同学 是不是你反而也可能可以怎么样 可以去关心他 主动的 然后可以甚至运用你所学的这一堂课的技巧 来提升他的一些觉察 或者是求助的一些动机等等 那所以那个关系的议题 其实当然这边讲的不见得说是 一定要是好朋友才有办法去发挥 我们什么人的一个关怀的力量 但只是让同学去思考就是双方的关系 有没有可能对于你们的沟通 可能形成一些阻碍 那当然我们希望说这样的阻碍 不要是因为某些关系而影响了你助人的一个精神 这部分大概有这三件事情是大家可以先反思的 那可能今天的课堂讲到这个沟通技巧的一些基本概念 大家要理解所以我想你们在课前的阅读应该都有 如果你们有看了一些教材跟我们的影片 其实里面应该都有讲到这些重点 那我想提那个澄清是蛮重要的 很多时候我们事实上在一个同理的基础上 积极的聆听我们不会去批判 也不会去偏颇的去认同对方所讲 但是我们可以客观中立的予以澄清 所以你可以问一些简单的开放的一些问题 那这些的技巧我想大家应该是可了解 只是说真的要在应用上面 这个大家可以去讨论 有没有什么样可能存在的困难 那我想这个自我表露是要比较提醒大家的 在做人者的角度上 教室你可以是以积极的聆听为主 那不是把焦点放在说我个人的经验 因为常常做人者会蛮热心的觉得说我要鼓励他 所以用我自身的一个正向经验告诉对方说 我觉得其实运动对你的忧郁会很有帮助 那我过去的经验是我每天都会去跑步 我觉得很棒 这个一方面就是你把你自己的经验 你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去鼓励 然而可能对方是处在一个忧郁的一个状态之下 他这时候可能完全听不进去 那他同时也会觉得价值观跟你可能不是很相合 这时候可能会影响到你们彼此的信任度 我想这个部分是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在那个自我揭露自我表露这个部分呢 我们应该尽量是减少 尽量可以的话就是说以聆听 那以帮助对方整理 你可以重述 你可以去厘清 可以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为主 那不要反客为主 最后变成说我们都在讲我们的事情了这样子 那面值的技巧其实是满重要 大家应该在书面的教材有看到 这边我就不赘述 也是提醒大家面值的技巧要小心谨慎 因为有时候也会破坏彼此的一些信任度 特别你如果只是用一个比较是希望亚苗助长 或者是恨铁不成钢 然后希望就讲了很多比较cynical的一些评论 觉得对方你要好起来啊 你不要你裤有什么用 类似像这些的一个方式 可能就对你们之间的信任关系 可能也会有一些的影响 当然是在合适的时间我们可以使用 所以再补充一下 就是那个所谓的面值 当然是在一定的一个信任基础下 我们可以去采用那样的技巧 可以让对方有深一层的一个反思 跟可能改变的一个动机 那所以在沟通的技巧 我们讲有效的沟通 当然你们一定会先有态度上的一个展现 让对方是可以感受得到你的真诚 那我们不是只是给予一些道德批判 那这个一开始的接纳很重要 因为对方一定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或者是你愿意倾听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我们善用言语跟非言语来 让对方觉得说这个关怀是真诚的 然后不是在很忙碌的状态下 我其实在案例一跟案例二 大家可以看到可以营造忙碌的状态 因为其实现代人都非常忙碌 那怎么样能够在忙碌的生活中 你让对方觉得你重视他 比如说案例一的张同学 这个情境下你会怎么回答他 或者你在非言语上 比如说你本来都在忙打作业 然后你会怎么样停下你手边的事情 然后可以是正视他的一些问题 可以愿意跟他来谈他的事情 那这个我想是态度方面的一个展现 那技巧上的话在今天的课前阅读前面 有提到蛮多 你们跟前面一张slide的技巧 都是相呼应的一些言语的技巧 或者是分言语的表达 那我想这个也是大家可以掌握的 那刚刚问大家的那个以问代答 这边又出现了 所以告诉各位 这就是一个重点 那基本上以问代答不是需要说问很多问题 这边的问不是要你打破砂锅问到底而已 应该这么说 这里的问是问一些开放简单 厘清的问题 那你不一定对方问你什么 你都要回答 比如说他如果问你 你相信轮回吗 他可能会问你这一类的一些 有关生命的哲学的问题 那你不见得要去回答问题 你可以反问他 怎么会对这个议题有兴趣 或者是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 那他可能会再有其他的一些资讯提供给你 那所以不见得是有问必答 那以问代答其实这边讲到有个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嗯哼 这边嗯哼嗯哼意思就是说 我想你们如果有看的话 你知道他的重点我想还是一个态度的展现 其实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言语回复 那同时也提醒大家在沟通上 心情温度计的重要性 那这个其实在课前教材 你们有没有看 应该有看过 那这个特别在这边提出来是因为 你们可以去讨论或者是去探索一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特别把建议放在最后 那大家觉得这个给建议 是不是助人者常常会做的事情 你们可以去反思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助人者会觉得说 他生活处在一个很困扰的状态 他的感情 他来问我感情的事 那我就告诉他说 你就不要理他就好啦 假使是这样的一个建议 是不是真的符合对方这个处境下他所需要的 你们要去思考 你有没有先让他有情绪上的一些宣泄 你有没有先去厘清他的问题点 那最后最后可能才是建议 所以这个是刚好跟同学们可能平常的做法是相反的 所以要提醒同学的就是过程中 我们除了提供他宣泄的机会 给他一些心理的支持 心理的支持其实就是透过这前面两步骤所写的 包括请听称赞跟再保证 那什么叫再保证 如果这个情境是这个求助者告诉你 他觉得他的病不会好了 比如说医生帮我照了这个CT 就是影像医学的结果 医生告诉我 现在还不能判断这个结果是什么 那你这个同学听了非常担心 他觉得他的这个癌症一定不会好了 连医生都没有办法当下就告诉他说 到底是什么回事 然后他来跟你求助 不容易回答 但你们可以去思考 就是说那个过程当中 当然刚刚讲到厘清嘛 所以其实有蛮多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去反问的点 比如说一刚才这个情境 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同学 他对于这个影像 听起来他应该是非常焦虑那个结果 而且他想到的可能是最坏的结果 有些人可能对于医生告诉他的内容 他的诠释是全然是负面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就确认一下 医生是怎么告诉你的 那你觉得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那这个过程当中 为什么你觉得是 你得的就是末期的癌症 你可能可以有去确认这些事情 那可以去reassure的是 假设你今天刚好对这方面是很熟悉的 比如说你是一个护理人员 然后你刚好对于那个 这个整个这一类癌症的一个检查是非常熟悉 那当然你可以reassure就是说 在这个方面他后续一定还会有检查 那你目前的状态不代表有一个检查 就可以就可以确认说 你就是最坏的这个末期的状况 所以当然reassurance 是可能需要你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来提供 但是基本的reassurance 我想是可以告诉他 在你厘清了之后呢 你可以告诉他说 所以听起来你其实是不确定这个状况的 对方可能说也对啊 那你为什么想到最糟的状况 对我为什么我为什么会想那么糟 那所以你会促进对方有一些的什么 有一些的觉察 或者有一些的你好像有点点醒他这样子 会让他有一些的改变 我想这些的reassurance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会让对方有一些的安全感 他可能会也觉察到说 我好像不应该这么的想的这么的负面 这么的极端 那所以这个情绪支持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这个在我们今天谈论沟通是一定要提到的 可以 那等一下呢 我跟你教授 我一样会到各组再看看大家的讨论 好那我是第二组的听改作业 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作业在批改作业的时候 一些批改作业的标准 那基本上第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字数嘛 就是你基本字数都要达到 但是基本上不要差太多 我们不会特别去跟你计算这些 但是要记得就是不要为了这些字数 然后就好像写一些很没有用的东西 就是我们看了以后然后 都会发现 嗯?什么好像讲来讲去 都是讲成为一句话的意思 我就觉得你只在敷衍我 所以就是要记得要延迟 我相信每个人在讨论课 其实大家都会提出很多想法 其实你就可以把你的心得 或者是你觉得你在讨论课没有办法 或没有跟同学讨论到 你想跟助教讲的 都写在里面 我相信每个助教都很愿意去 跟你讨论你们的想法 对然后 再来就是 嗯?就是有的人 我觉得有些人做不错 就比如说他使用条列式的方式去整理 这样其实让我们在助教在批改的时候 我们可以快速的知道 你们的重点是什么 因为不然会有的时候 有些人标点符号 运用的确实在的 不是到非常好 有时候我们觉得要在那边判断 这个断句到底是什么意思 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是 会这样子喔 所以就是 改作业跟我们是在考古文考试是一样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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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安安可以尽量把里面的重点 就是标示清楚 因为有些人做得很好 就是他会可能用 出体的方式去标示自己 想要探讨的重点是什么 嗯 对 然后我相信就是 呃 基本上所有的助教在改完作业以后 都会给你们一些回馈 那里面如果 对于助教的回馈 有任何想法 然后还要继续就是留言给助教 然后相信每个助教都很愿意跟你们沟通 对 那基本上就是我改作业的一些小提醒 对 好 谢谢听凯助教温馨的提醒 那我想作业确实 有同学特别认真 他就是 呃 除了 我想字述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而是内容 所以我常跟助教有在讨论那个 评分的一些 呃 一些原则 那我们在这个原则性的指引之下 我想是 我们希望看到同学从讨论课有一些的收获 好 那 以及你们对于这个 呃 讨论内容的一些回馈 比如说刚刚我想听台助教很棒的地方是 他 也很乐于跟同学有一些的交流 所以 你们的留言 助教会回馈 那 呃 很多的问题可能没有真正的解答 但是我 我非常欢迎同学们就是 提出这个疑问 我想很多事情是需要经过辨证之后 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原则 那很多的议题 特别是伦理的情境 他没有真正的解答 但是在这个 没有解答的状态下 我想至少大家 透过讨论 我们可以有更清楚的方向 那因为作业这部分其实 老师会非常重视的原因是在于 因为在 呃 我们 看到同学的收获 其实 作业是一个直接的 呃 评分的 评估的 的一个媒介 那 当然 呃 每一周我们也会看到同学在讨论课的 的一些展现 希望到目前为止就是 呃 大家的 呃 这个 讨论课的形式 也就是我们透过同学的探索是 真正能够让你们有比较宽广的一个学习空间 而不是只是锁定在 呃 老师的课前阅读 那我觉得很棒的是 有些同学他甚至也会去看 更广的东西 好 像上周其实第一组的同学 有一些的探索 那 如果你们也可以把它 写在这个心得里 那是 就是更具体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未来五年十年 你们就是留着 未来一定都还是属于你们的东西 好 那心灵书教对于你们是第四组 有没有什么样的提醒 呃 因为就是有些同学可能会再把 老师上课讲的东西或是讨论课 一定用讨论过的东西 再重新叙述一次 然后这也是很好的展现 但是就是因为那是我们的心得跟回馈嘛 就也会希望说在心得跟回馈里面 看到多一点你自己的想法 或是想要补充或是交流的地方 就是 还有像是我们不是有一些 正面呼吸法或是 呃呃呃呃移温带达法 这些都可以把它运用在你的生活中 或如果你有运用在你的生活中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 都可以把它就是分享出来 就是我都蛮期待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 好谢谢心庭助教 那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沟通啦 就是老师希望让你们可以更清楚 我们这堂课的游戏规则 然后以往我想同学在作业的部分 应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除非是常常缺教 那那是少数的同学 大部分的同学都表现得很好 好那我想我的说明到这边 那看说李教授有没有什么提醒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那个 就是要看刚刚那个情绪支持 我想今天就叫沟通 就是为人要支持情绪 那一个人要接受帮忙 你最基本的技巧 要助人整个情绪的一个沟通跟支持 那很抽象 我相信你看到《压力人生》里面 我有写了一个故事 有没有看到一个头痘二十 头痘二十年的阿嬷 有看过几首 压力人生里面的例子 没有 那是很经典的一个歌 有没有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概三分钟后 话说三十年前 我们东方同学 一个副产科的教授 他有一天听我在跟医学系的学生演讲 上课 他刚好从旁边经过 他听到 怎么听起来像李明兵的声音 出去给他坐在那边听一下 后来进来 他坐下来 他听到最后讲的就是说 当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 就表示他挫折 他生气的时候 不一定是说他的骂你 你跟他同理 比如他没自信 才会生气 生气的话会怎么样 表示他自卑 表示他没安全感 所以他容易心脏病 容易生病 容易头痛 他就听到最后一句话 后来他隔天打电话给我 他说 阿兵 我妈妈已经头发疼 二十几年都看不好 我明天带来给他 你要脱问看看好不好 我问你就问他就好了 他说 我也不晓得要怎么问 因为我妈妈很威严 我说好你就带来 接着他进来 我办公室 他一坐下来 我说我李明兵 结果他妈妈讲什么 我没理 我女儿都没说过 没说过 第一打招呼讲没说 我又不跟你说什么 你又说没说 你不是叫我来看头痛 我又不说话 是你儿子让我给你了解一下 我说你是什么问题没笑 头痛 他怎么会没笑 他第二句话讲什么 就是气出来 生气气出来的 我说嗯哼 所以刚刚同学提到 刚刚一心提到讲 我开始我们的对话 门子的对话就是这样 我是原本把它敲过来 我说嗯哼 你去什么 笑一笑 我媳妇怎么样 啊 他说嗯 他哀声太久了 我媳妇 家了二十几年了 他家里是很有钱 但是呢 我当时怎么了 来都不做家事 都是我儿子 我儿子还要当教授 还要擦地 还要买菜 还要擦马桶 所以我都气在心里 但是我也不能骂他 我说为什么 人家对我很好啊 过年过节都要钱给我啊 然后后来我讲说 所以你怎么在气出来 是啊 好啊 所以我怎么跟你说 我说为什么我要讲 吴老师谈的那个 听完了 第二要想办法跟他称赞 我说我老师 你实在不简单的 你头痛忍了二十年了 我都笑出来 你不知道我做痛苦的 我最真要称赞 我表达说 他客户怎么老吻 只能二十年 然后 所以我鼓励 你知道气后头皮都硬 就是这样啊 我整天躲在面前 我都没能配起来啊 所以明天才开始 在台大运营 新公园 要去运动 我就不在买運动 我说就是因为你没运动 所以没有力气 这叫什么 Encouragement 再来 我说好 我告诉你 你知道 你开始运动了 就像他要走之前 站起来 坐下来 你在说 你如果没开油 我感谢你的油 对啊 我们到我一家 我说整天有车 因为到处 到处买 看都不会好 整天有车 我说对啊 所以你就不用吃药 靠运动会好 这就要叫什么 叫Reassure 所以如果你同学 跟你讲很多抱怨的话 他很难过 你要保证 不是保证他会好 就听起来蛮难过 是啊 你如果同意的话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陪着你 这个叫Reassure 当然有人在痛苦的话 是怕 Reassure 怕没有人理他 如果他得到这句话 说不管你怎么样 一定会陪你 你不是医生 但是他安了 我还是一直跟着Reassure 所以你要听到后面的话 就我们那个同学的妈妈 阿姨就跑到新冠军运动 第一天到新冠军运动 就碰到 一个老大太来 跟他一直甩手 他就问他 那个醒来的 他问那个 我们的 他问妈妈 你怎么来 他说我老头疼了 疼了二十年了 你这时候叫我来 他一边甩手 那个太太跟他讲 五号 他问是什么 我老大也老头疼了 你说我现在经线这么好 我们那个同学妈妈 就好急问他 你为什么要老头疼了 他说 他说他说了 你说没关系 我就等 他就用我那一招 去让对方 衣服抵抗 那老大就跟他讲 你去我媳妇 他一听 天下无妖一般 所以我也在弃她媳妇 他问他 你媳妇是怎样 我媳妇我很笨 不在买腹 他一听 我这个同理 我媳妇也是这样的 我问他 你跟我想象中 他说什么 最严重 我媳妇 更严重是我儿子 那天拿十块钱 给他坐公车 要回去 他一听说 哎呦 为什么天下有这么难产的媳妇 那后来 那太太就问他 我媳妇 你媳妇有这么笨蛋 你当时有钱 就这么多钱 过年就包完包 有啊 上个月包红包 包五万块钱 他一听到 我看他那个 我媳妇就回来抱住了 哎呦 我媳妇 我这样说 你提着灯笼无处找 你这个媳妇真棒 他本来很气 他就在会气的时候 一会说一说 回到家七点 看到他媳妇 满面春风 我没有叫苦连天 一直说躺在床上 都哭伤了 我后来媳妇隔天打电话 我说 哎呦 阿伯 你说我们 我婆婆吃什么药了 我问是什么 我嫁给他二十年 从来没看他笑过 我看过你以后 早上起来 运动回来 又满面春风 我不好意思跟他想说 他那星空人 已经满地泪选了 已经把你骂得果血淋陀 但我不是说要骂 要让那个鼓励他骂人家 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讲对话 懂你的时候 你可以符合刚刚 吴老师提到 我先席耳恭听 聆听 然后他讲出 不舒服 不是抱怨 最后再给他鼓励 称赞 称赞他很坚强 二十年被倒下来 他跟他保证 不用吃油 因为他吃药 吃药就没笑 但是要做什么 要运动 所以看起来 刚刚吴老师提 这几个重要因素 就是今天你们在沟通里面 最重要的目标 干嘛要沟通 沟通是为了透过聆听 收集资讯 进一步同理他 做转介也好 或者陪伴 所以我大概简单 就跟各位分享 所以不要以为说 简单的几个三部曲 实际上在临床应用 你很简单的时间里面 可以表达你的关怀 是单单善用 刚刚吴老师提的 嗯哼 那就语助词 如果沟通里面 都没有讲这句话 那表示你浪费很多时间 跟生命 所以两眼要仔细 要躺身 但最重要的就是 肢体语言 最后一句话 要先放松才沟通 另外一个永远要记得 沟通之所以有效 他会听你的话 不是你讲的 铁花乱坠不是 而是你的表情 你的姿态 你的眼神 让他觉得 这个人跟我讲话 很关心我 所以永远要记得 沟通有效 百分之七十 是来自于 非语言 是来自于姿态 来自于 你的肢体语言 请同学 等一下在沟通的时候 善用 不太容易 因为那么多人 你会讲 嗯嗯 你大家都学过 他都觉得好笑 所以今天例外 如果你表演不佳的话 同学不要互相取笑好不好 因为你们知道秘密 就是真诚的练习 好啦 OK好 金子补充 谢谢 谢谢李教授的 那个经典的例子 对其实在书里面 大家如果真的有仔细的阅读 其实有非常多这些重点 那我想把刚才那个 那个老太太的故事 把她变成是同才的话 同学应该可以再 来摆思一下 就是这个情绪支持的技巧 我们怎么样去称赞同学 然后怎么样去跟同学 让同学有一个ventilation的机会 就是情绪宣泄 或者catharsis 就在专业上面 好像少一个鼓励 就是称赞鼓励跟赛保证 然后这个是后来改版 好像我们有加一个鼓励这个部分 所以我想情境 因为现在因应这个同才之间 我们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议题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也非常期待同学今天的讨论 可以从你们身边的这些族群的情境 开始讨论 那我们提供了三个案例 那如果同学也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是其他的案例 也可以再加进来 那我们的说明就先到这边 是不是我们就提早 让大家可以先到各教室去准备 好 谢谢大家